我想國民黨這幾位議員 栽贓造謠某黑施工所 已經不是第一件事情了 施工所在旅前市長的任內 事實上處分了8筆土地 總金額是2070萬 黃前市長在他任內是處分了15筆土地 總金額是2億0633萬 江市長在他任內裡面是處分了9筆土地 總金額是2億2377萬 我想處分的比數不是最高 但所獲得的金額是最高的 何來賤賣市場 其次國民黨議員也在新聞資料裡面奴隸了 有關於施工所還有10GB土地 是為何被準備讓售的一個土地 我想市長的任期還有2個多月 現在目前也在請假中 對於這些為何被要讓售的一個土地 實在是不清楚為什麼會有這種資料 公所也沒有這樣一個讓售或標售處分的一個程序 那如果都沒有這樣程序 那國民黨議員這不是造謠 那什麼是造謠 何來敗光市場 不然施工所在江市長主政的期間裡面 都秉持一個原則 對於土地的處分裡面 主要就是過去曾經跟公所有租約 那麼因為要透過希望能夠成購 或者是讓售的方式來取得土地 或者是這個土地上面有佔項庫 又或者是一個小坪書的一個基林地 我們才進行相關的一個處分的一個辦理 那麼相關處分的程序也都要先經過不動產估價師的土地的一個估價之後 送請施工所的財產審議委員會來審議抵價 再來進行相關的公開的一個標售或是讓售 那事實上按照國民黨議員所提出的新聞資料裡面所說 那麼在之前黃錢市場它的處分土地那邊曾經有35萬的一個交易行情 那事實上當時在黃錢市場它所標售的土地是在昆門小段的868坪的一個土地 也就是之前前夜火鍋的那一個位置 那事實上那個位置事實上是緊鄰了泰山路 而且道路面寬 而且上面沒有任何建屋的一個樹地 事實上它的最後的決標的金額價格也不是35萬 是22萬而已 那麼我們旁邊所處分的土地是昆門五段116號地號 那116號地號事實上是長期來是有民眾有50事務站的地方做占用 102年的時候也向國防部來做相關的一個訴訟 後來居住戶是敗訴 那麼在國防部移交給公所之後 其實住戶跟公所也從來沒有任何的租約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所謂財人處論方式來解決占用的一個問題 那事實上我們經過不降估價師的估價跟財人審議規約的一個溢價之後 我們在108年的時候我們用每瓶是19萬3千元的一個價格對外來做標售 但是因為罰人問津 我們隨時在一個月之後在108年的10月份 再次與同樣價格對外來做標售 一樣是流標沒有人要來做標售 一直到109年的2月份 才我們為了考量說上面還有一些住戶的一個需求 跟我們相關整理上 希望能夠把它標售之後來取得相關解決財人占用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調整價格 那麼最後以每瓶14萬6千塊的價格來標售出去 試問如果按照國民黨議員所說 在那地方當時的每瓶價格是交易價是35萬元 又如同之前陳婉慧女士所說 在那地方每瓶的交易價格有100萬元 那如果都有這麼高的一個行景價的話 那麼公所為什麼在第一次標價的時候 應該是投標者中參與標價的人也非常的多 但是卻沒有來投標 而一而再再二三的流標 一直到第三次我們在調整價格之後 差有辦法能夠把它標售出去 不然這個過程當中用這樣一個邏輯思考 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所以不要是民眾黨跟國民黨兩個 在攻擊我們公所跟槍蔥市場 我們所推行的政策 可以說是一個公務校兩個三個島 我想這樣的過程都大大的傷害了公所員工的一個心理 那我想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所處分上的一個金額 也作為市政推展很多的預算跟邊類上的一個使用 好比我們原來我們宇蘭市首推的斑斑游泳器的設置 跟相關電費上的依注 我們也在這筆預算上面 用在我們李柯永紀念圖書館上的一個興建 跟相關設備上的一個勾注 那所有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透過李柯永圖書館的一個設置之後 事實上我們同時間取得了在東區裡面 它總坪數有2066坪 價值高達4億3000萬的一個土地價值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何來所謂敗殘這樣的一個過程是說 我想這個過程都是對我們市公所跟江市長 一個最大的一個汙蔑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一個變產市場的一個模式在做進行 對市政的預算跟市政的推廠有其他的一個注意 所以這整整的過程裡面就凸顯了 國民黨議員一直在藉由江抹灰跟造謠的一個情況 先射箭再畫靶 然後看圖表來編故事 我想這個過程實在讓市公所所有員工表達非常的涵心 我想市公所已經有很多的同仁 在對林志廟女士跟國民黨的一些議員 要表達最大的不辭跟最大的一個抗議 請國民黨議員千萬要三思 我想現在林志廟女士已經請假現場的一個職務 也參與選舉 我想在這個過程當中 先議員應該好好的去監督縣政府的一個施政 千萬不要讓牛捧再度的失火